防众业者抢业机竟然透过非法管道取得个资 开发隐性的客户 有两名离职的防众业务员 他们花了两年时间 非法搜集国内2300万人的个资 高达上亿笔的资讯 透过自行研发出的防众神器小白机 将资料卖给防众业者赚取暴利 其中前总统陈水扁跟马英九 以及现任总统蔡英文 他们三任国家元首的个资也都一览无遗 主嫌变称他是离职前在公司电脑里头 捡到这一套城市 只卖给62个人 但是检警认为这有避重就轻之嫌 所以扩大争败 连锁防众业者遭警方锁定一个个上门 而且还不止一间 几乎所有的大型连锁防众都被警方给盯上 要找防众员有没有在使用外传的防众声器小白机 就是这台非法的城市资料搜寻系统 正式名称叫People系统 只要输入姓名或地址 就可以查到名下不动产或屋主的详细个资 两名离职的防众业者 花了两年时间 非法收集大量屋主与不动产的个资 高达上一笔资讯 包括陈水扁 马英九 蔡英文总统 三任国家元首 个资也一览无遗 这套系统被嫌犯以暴利1万到5万元不等 卖给防众业者 借以开发隐性客户 主嫌不法获利将近400万元 就是这封询问 是否购买小白鸡的简讯 让警方开始侦办 跟传统的我们仲介 要去找屋主的方式 效率会快非常非常多 因为以传统的仲介 我们要去找屋主 不外乎就是要么拜访管理员 拜托管理员 给我们屋主联络的电话 所以这个都很没有效率 警方初步查获 购买的62人使用者中 不少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违反个资法 可能遭到10万元罚还 甚至缓刑一年 由于主嫌辩称 是从防众公司离职前 在公司电脑里捡到了这套程序 但检警认为有避重就轻之嫌 正扩大尊办 记者王胜杨文豪台北报道